一陣火光伴隨著巨響 航空公司櫃台前的旅客四處驚逃 濃煙四起 一次爆炸之後又連續兩次爆炸 從監視器的畫面可以明顯看到火光 有大人帶著小孩躲進櫃台裡 還有人拉著行李箱逃命 聲響還滿大聲的 我以為是什麼恐怖攻擊 行李箱在那邊就是感覺好像是它炸開了 你剛死了 嚇死了我以為會死掉 所有人都非常非常恐慌吧 因為大概我估計現場大概有200人 都是要涌得出去 爆炸發生在浦東機場第二航站樓 下午兩點多 一名男子從背包裡 拿出用啤酒瓶自製的爆裂物 丟向櫃台隨即發生爆炸 男子再拿出一把刀 劃傷自己的頸部 重傷倒地 有四名旅客被爆炸的玻璃瓶碎片割傷 其中包括一名菲律賓人 12號下午2點20分就在浦東機場的2號 航站樓的C號櫃台發生了爆炸意外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而且現場已經來了非常多的公安武警 來維持現場秩序 大批公安武警鶴槍實彈 封鎖了爆炸區域 還有穿著拆彈衣的防暴人員 氣氛相當緊張 警方對於爆炸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 由於再過幾天上海迪士尼就要開幕 盛大慶典的前夕發生爆炸 引起大陸官方高度重視 記者上海綜合報導